各位屏幕前的召唤师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是S组的对决武汉Eastar Pro对阵西安WE 然后这场比赛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 因为两支队伍的上一次交锋真的是看点十足 上一次交锋现在在我脑海里边还是立地在目 就是西安WE先很快地已经下了两局之后 然后这里有武汉Eastar Pro让二追三 是的 后面从第三局开始 武汉Eastar Pro已经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其实那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 西安WE在第一阶段他在A组是四胜一副 只输给过杭州LG大额 有统治力 对的 有统治力上到A组之后 真的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也保持了他们非常强势的一个进攻性 而且他们是跟之前联盟里边进攻性最强一支队伍 武汉Eastar Pro拼的就是前期的进攻 他们还打赢了 是的 他们的状态非常好 而武汉Eastar Pro其实上一次差点在西安WE手上翻车了 所以今天感觉应该会更加谨慎一些了 今天就像标题一样嘛 要拿捏 就想要去拿捏西安WE 但西安WE也要复仇嘛 因为上次被让二阶三了 是的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BP 蓝色方武汉Eastar Pro首先搬掉了阿古朵和孙并 上一场他们交手是 武汉Eastar Pro直接在蓝色方选出了阿古朵马朝这一套 但是上来是输掉 这一场的话是改变的策略 直接把这套先搬了 因为两边都会 大师放了出来 龚孙丽也放了出来 武汉Eastar Pro选择先强鲁班大师 龚孙丽留给了西安WE 那他们可能就是想去看西安WE 这里要不要吧 他选吕布了 也不要 推皮球 吕布加蓝已经先做出来了 因为最近龚孙丽的胜率确实不是很高 他在蓝色方一抢嘛 因为这个英雄确实是要一个先知伟拿 拿完了之后对面很容易就拿到了一些 针对你龚孙丽比较好打的英雄 所以开局两边放了都没有选 龚孙丽现在感觉是个陷阱 武汉Eastar Pro拿到了纳克鲁路加上敌人街 这把确实公司鲁对线也不好打 CNW拿了个泰 这个射手位置往后放一放 现在第一局嘛 场上能够去打敌人街的射手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有了太义真人之后 有一些待射也是能够出来了 他这个太义选的确实挺早的吧 正常来讲我们跟 吕布搭配的一些游走位 比如说张飞跟牛魔这个赛季出现次数比较多 对很好配 但这里CNW亮了一个太义真人之后 就感觉后边有可能会出一个特别发育的射手 就打射也双合 拖后期的阵容 看一下后续的班位 CNW是把夏侯敦给处理掉了 班了一个前排比较扎实的夏侯敦 前期强度很高 这局因为花海的纳克鲁路很早就已经亮出来了嘛 加上辅助是一个鲁伯纳斯 四级前的一个作战能力确实不太强 这局CNW会不会有概率在前期拱一下武汉依萨 Pro的野区 这个不好说 因为它太义真人在556手中 它可以完全当一个开团斧去使用 复合它的风格 依萨的班位防的是CNW的前中期强势的点 萌亚 它搬了一个萌亚就是线霸嘛 同时CNW也搬掉了武汉依萨 Pro的火舞 形容的火舞啊 搬了一个节奏点 看依萨下一搬了 如果继续给射手的话 那就是很针对胚恩了 这个它也亮出来 感觉CNW确实会把很多核 就是很多核心放到胚恩的身上 那武汉依萨 Pro后续肯定要在班位上面做针对 我猜 但感觉它不会去搬公森林 它搬了马可 马可这个点的话相对灵活且可以换线嘛 嗯 在红色方换线的话 还是一个马可的优势线 所以它把马可搬了 现在CNW的中射都还没有出 对面的射手已经出了 中代还不知道是什么 那先出射手 我感觉会稍微好一点吧 把中单位置留在一个counterpeak 如果出射手 鱼姬倒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并没有这么选 先把沈梦西拿出来了 沈梦西也算抢吧 因为如果这个沈梦西给了E-Star之后 它开节奏的速度也会快一些 压血量 看看武汉E-Star Pro最后两选 在蓝色方 一星 这是一个组合呀 但是吕布在对面 能够比较好配的不会拿关羽吧 关羽现在在外边 但是关羽加纳可露露 确实是一种比较 难以权衡经济的一种 组合了 而且确实是没前排的 大师如果说这局要保敌人节的话 他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开团府 那就是关羽了 他因为他亮了个一星之后 要好配的 想了一想就是关羽 而且关羽打吕布的话 是一个比较好的对线形式嘛 就是我没有前排 本身吕布他打前排 战士也就有优势 那我选了一个无前排的阵容 就是你见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把团开起来了 那就不会给吕布白白的去耗血 是的 现在关羽打吕布 已经非常多了 在线上是不跟吕布去对线去消耗的 切完边界就可以直接快速的去支援 去开节奏了 那最后 佩恩这里还是选了一个鱼姬 鱼姬的话相对于来讲 面对鲁巴大师的开团 他比较容易用自己的技能 去反制躲掉 然后他再加上对面的 刺客位 是纳可露露 纳可露露的爆发全是物理伤害 那鱼姬的二技能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个点 嗯 这一局CNWE拿了这种在红色方嘛 我感觉后续为止是以康特为主 这个神蒙烯也像是以选代般的意思 有一个鱼姬在 下路有一个太椅真人 其实他的一个发育是不成问题的 包括在团阵里面 这局他的生存环境还不错 就是看这个关羽是谁去盯了 关羽好像确实啊 盯他的人不多 如果你要硬让蓝一个人全程去盯着 那他这个点的切入作用就会大大减小 本来蓝是一个切死一个特别强的刺客 如果你让他盯了关羽 那他这局对面的射手会谁去牵呢 吕布一个人是不可能切掉的 那这一局沈梦西去盯关羽可以吗 因为他只要是保护者鱼姬 如果关羽进来的话 二一弹开 可能关羽如果最好的形式 就是不让关羽这个点起节奏嘛 关羽现在起节奏点大家都知道的 公认的就是四级以后四分钟之后 会找一波藏视野的机会藏到下路 去帮助自己家的射手路 打一波 如果这波优势起来的话 那关羽就是顺着这一波的经济优势 慢慢的可以去有一条边线能带的出去 他就会过得比较自由 虽然他的经济不会太高 但是他的经济至少比对面的边路要高 是 那这么推理的话 在下路位置于基加泰 其实他们也能够做到很好的发育和抗压嘛 那沈梦西这局会不会多往上路去转 就围绕着吕布这条路 先去打对面的关羽 你的注意力在关羽那边的话 其实他就不太好去动起来了 可以啊 上把佛人GK正是这么做的 是的 他们选择了先压关羽这条路 让关羽动不了 尤其是生死前嘛 是最好压关羽的一波 再加上花海这里选的纳克路偏发育 很拖 他没有什么伤害 他前期以刷为主 一新的话又没有沈梦西 这里拿线权拿得快嘛 所以整体上 我觉得现在W在上半区是一个小优的 对 前期的话 可以更多的去处理坦然的关羽 但是其实佛人GK那场比赛 我们也有看说 到了中期的那个时间段 其实关羽是有一点拦不住的 因为对线期的时候 你是能够去围绕着他去打节奏 但是中期关羽这边塔 如果说没了就放掉了 然后直接去正面去支援了 对 就是防御塔掉的多了之后 那关羽这里绕后的路线 进场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防不胜防 而且这把我们也想了 吕布首先他盯不住关羽 他不可能拦得住关羽的进场 然后蓝这里如果交了各种技能 去钉关羽的话 也有点浪费 而且你只有一个大招 能打断一下马腿 没有后续了 所以这把更多的可能 就是靠CNW双C自保 就是千世跟佩恩 他俩其实也都有一段技能 鱼姬的大招 然后沈默西的二一连击招 都有两段能断马腿 他两个如果互保的话 那其实不需要钉 他也在身边的话 也可以给一下AE技能 但是确实要看坦然 这名选手的操作了 他的关羽拿出来之后 被对面如果说是 沈默西或者鱼姬自保了 他该怎么去操作 再一个我们看到 武汉ESA Pro这套阵容 其实他的一个中期 压塔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聊到了关羽 他中期的一个支援 再就是敌人杰 和异星这边的一个推塔 没错 就整体上对CNW来讲 最开始就像七星那样说的 就去打上半区 先限制关羽 让关羽起不来 那你后续团战就不需要定他 他没一个 一个没有什么经济的关羽 进场了 你C位有自保能力 就可以解决这个关羽 但是如果你要让他起来了 你逆风了 我觉得也盯不住 好 双方BO5的第一局对决 这是今天的第三场BO5 两支队伍已经等待多时了 那这场比赛两支队伍 其实在上一次的交手 看的是惊心逐步 看到CNW其实打得非常凶 就如他们的一个队员 敢梦 敢刚 非常的凶 他们确实打出来了这四个字 是的 前面也有看到评论席说 CNW的粉丝说 既然敢刚的话 能不能做梦 能不能3比0呢 你是可以看一下CNW 今天第一局的状态 和武汉SR Pro 这局的一个部署 进入到比赛当中 看一下双方的开局 大家好 我是本场解说七七 我是解说潇洒 开局 哎 换是选择了红开 往上刷 以发运为主啊 下路他也抓不掉了 只要佩恩这里足够的小心 中线CNW先抢完 沈木西先去看了一眼 知道那路是红开 并没有选择拦开 往上走 二技能开启 一技能想谈关羽 但是坦然走位躲掉了 那个距离对 但是在回中路上 一行已经提前在左草 敦服好了 那清荣的这个位置 不能一直卡着 对面从两侧过来 这个核桃之梁不好抢 打也都没来 嗯 坦然来了 最终是被清荣拿下 我只说了实时一侧 清一色都站在了 蓝色方武汉SR Pro 非常的一致啊 嗯 武汉SR Pro 这一局的阵容 确实中期的团战作战能力很强 其实这把阵容CNW也还不错 嗯 这整体上我感觉 最站在SR的一个原因 就是上一次他们打CNW吃了亏 他们肯定会优化的 很谨慎 嗯 而且这是S组的第二场比赛嘛 第一场是XYG对着Brandtk第二场肯定得要好好打 也是第三阶段的揭幕战的一天 哎下午的核桃之灵是配恩一技能收下了 那556就放心了呀 他不需要照顾配恩 配恩自己还能抢核桃之灵啊 他这个态度这人就可以分出来去帮上半去了 这局进行到两分钟啊 我们看到CNW并没有把更多的重心点放上去打这个关羽 坦然打了还是挺自由的 对 刺激了 清完线就一直来中路去进行骚扰 那关羽动起来对于CNW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情 但是由于Esta这里拿的是NAC露露嘛 所以他们开第一条龙的能力也有限 嗯 不太好开 开的话对于花海的打野节奏来讲会有影响 虽然说武汉EstaPro不好先手开 但他们肯定也会把这个视野给挤好 不会让CNW开得很舒服 来了坦然的位置 不太感动 是的 身边没有队友 然后下落配恩 他其实这么发也挺舒服的 他也带着他一起吃多点钱嘛 嗯 在入侵纳克露露的野区 花海 成绩还没好 但还是收下了自己的篮 那吕布要被留啊 原地跳大 选择反打 一刀挥上去 再来一刀的话 关羽给他顶过去了 好险 一闪失误了 伤害没出来 反而这坦然过来一刀先砍死了吕布 再来一顶顶到塔下 千世也没了 坦然二连击破这个关羽起飞了呀 但大心系啊 这波坦然的操作还是很秀的 但是花海是心中一紧啊 如果刚好推过去的同时 暗的吕布一技能挥出来 暗失误了 这波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暗原原地选择跳大 他还中了一个没有位移的纳克狗 这一刀已经挥出来了 他差一个一闪 他一技能交闪交慢了 对 相当于这个一技能空了 他如果不失误 起码能杀一个花海 犹豫了 这一波 白白让坦然的关羽拿到两个头 这关羽成了暂时的一号为竞技啊 就我们前面有聊过 如果这个关羽真的起来了 西安达W想要团战去盯这个关羽 不太现实 只能靠佩恩和牵势自保 罗娜达士再来 给控制黄牌 给上反跳 但是扛不住啊 悟六眼身上没有大招 暗再死一次 连续两波吕布的阵亡 其实是非常拖节奏的 这个吕布的节奏已经乱了 他现在经济打不上来 对 有没有发现暗今天打得好凶啊 两个大招都是往武汉E4 Pro脸上跳的 在下路位置 把佩恩的二技能逼了出来 黄牌在定制556 一刀佩恩身上 好痛 下路是有兵线的 而现在的W2两人已经残血 得要往后撤 这个防御塔无人能够防守 武汉E4 Pro可以顺势点掉 你说这是E4自己打出来的节奏吗 我觉得是CNW自己在野区的处理上没处理好 直接给了E4一波机会出节奏 就是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你一些失误 嗯 这是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 对 并没有到花海那里的发力期 花海也只是正常的防守自己拦 然后CNW是有一种脱节的 吕布一个人在里面打 先被打的状态 再跳队友也来不及支援嘛 嗯 下路位置紫阳大招拉配恩是大招规避了一下 开启二技能 先点一针身上 再来一键 打残 现在E4大打团 只要先处理这个吕布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他们有黄牌 有鲁格纳士跟敌人杰的配合 然后按这里的经济状况又不是特别好 现在CNW是选择中路抱团 一星大招没有矿到人 但是把人逼退 可以顺利的把中线清掉 上路位置旋影式撑击 发育了一波 就等关羽再去支援的时候 上线带了过去 他现在已经进入发育模式了 嗯 然后这把你看啊 坦然这里拿了关羽之后 赖线时间较长 花海几乎没怎么蹭上线 等级的话 打野之间差了一级 经济的话 轩影这里领先 差个400块左右 而且花海可是身上有两个助攻的情况下 经济上还差一点 对 现在坦然已经开始放线 给到花海 那可露露去吃了 那就看坦然能不能利用自己这个英雄的特性 帮队伍建立一些优势 这波CNW是想包下 但是又介于关羽在这里 他们怕被形成反包 毕竟下路的外台已经被点掉了嘛 质量博士稳住了 在前面连续战亡两次之后 没有贸然出手了 太伤了 嗯 他那个自己的事故 他如果换的话 还对他来讲很赚 但是没换掉 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发育时间 还好是 PN身边一直有着 巫六太乙去给他 飞龙加钱 经济他的发育还不错 4300还 压了一针一点经济 对的 那现在W 正规还是先压了上路 先压了关羽的塔 先把上位塔给点掉了 下路二塔怎么办 有一波兵线 什么东西已经过来 蓄理一个大招 然后清兵线 是先砸人了 同时兵线也处理掉了 但上路的兵线没有人处理啊 这波关羽并没有露视野 出来露视野了 顶兵线 但现在W想开 往里跳跳塔下了 坦然把人推了回来 一星大招留住了两个 再来一刀打残 五六有复活 努力拉出来拉两个 两个人 有一个五五六没复活起来 复活起来的 吕布也被黄牌定住 关羽一刀劈死 又是现在W先出手 结果 被 零花二了 有没有觉得吕布跳大留人 很难 其实吕布单跳 对面有位移是不可能被你留住 但是 这两波都是让吕布先手 然后五五六第一时间也不 怎么说呢 也跟不上 他如果能先给个控制 让吕布大招命中 那还好 而且这一波也是越塔感觉 跳对面塔下 吕布是跳在塔下 被关羽又推回来了一段 交闪现往后拉扯的时候 被一星大招又框住了 然后被赶来鲁班大师大招再留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上 CNW在上一场第三拳的时候 那种问题在这局也犯了 就急啊 太急了 现在全场最高经济是旋影 但是中路的那波团战 我们看到CNW有开的想法 可是中路有塔的情况下 旋影是不好正面上的 他是抓住了花海这里 二阶能大招全交了 他觉得纳格鲁这里没位移 但纳格鲁身上有蓝buff 二阶能又好了 嗯 而且一星这个大招 旷得还是很漂亮的 也限制了CNW其他人 就旋影的进场吧 就目前出的这五个人头 Eastar出的这些优势 全部都是靠着 对面的一些开团上的失误 反打拿到的 感觉我和EastarPro 这局都没有说我主动要去开节奏 只要等着CNW上来 我就能够去造成对面的检员 就可以去拿资源去推塔了 他们主动要想开节奏的话 可能是紫阳跟易争的配合 上去拉一个前排打一套 蹲在草里 悬影 秀爵不够立命啊 被拉到了 被蹲了 黄牌顶住一套秒 另外一边关羽 想要积极留人顶回来 两个两个人全部 都有点难走啊 5-6有复活也没用啊 看关羽一刀极限没劈到 那这样的话 纳格鲁双杀上路二塔可以直接破 九分钟已经爆发了七个头 两千的精力差 同时防御塔其实掉的是很伤的 双边的防御塔 二塔的血量都很低了 上二塔就差一下 嗯 一塔就放着 没有强迫阵格看来 因为这个塔在的话 还能稍微打一打冰 你这边还能少吃点经济 对 上塔先找绿意选择放掉 而是帮助悬影却来守蓝 你就是大招 规避一下鲁纳士的大 往后拉 点结已经力无需发了 这把一针很好办 就等紫阳开就完事了 吕布往里跳 没有跳到任何人 556闪炸 炸到的是一星 但一星这里已经配合队友 先杀了玄影的蓝 另外一边关羽 也被现在W三人追杀至此 一换一 但蓝BUFF最终还是被花海反了 是的 武汉S2 Pro的目的达到了 而且双边因为有前面的先知主宰先锋 把兵线已经都压过去了 而且通过刚刚那波蓝去团战 我们看到 现在W他的团战 combo就是控制 是没有衔接的很好的 对 就没有像之前牛魔吕布 张飞吕布那种开团那么流畅了 是的 现在就感觉556跟暗 要么就是沟通没有到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没有沟通 就是靠感觉去开的 对的 没有空到一边 太乙是闪炸炸到的左边 吕布是跳正面跳的 是有点伤 下路位置有龙 这个二塔是可以磨掉的 我觉得现在W可以稳一稳 知道这种拖到大后期 走的话 靠着这个英雄的强度 也是可以在正面团有一战之力的 对呀 有吕布有鱼姬 其实CNW这局不用那么的着急 中塔其实守的已经非常好了 拖住就可以了 他们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需要一个冷静期 这个时候 该有人站出来往后拉一拉了 看556这边要不要 让大家冷静冷静 但是556之前的指挥风格就是 确实他能拉得住所有人 他一声令下也所有人都能够去听他的 去把这个团战打起来吗 需要556站出来了 是的 上路线 武汉142pro已经现在过去了 坦然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这个地方肯定不好绕 而且你手蓝容易疏忽的一个点就是 关羽从一二塔之间绕过来 对 还有就是手一塔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风险 但这个中一塔只要在 那其实关羽绕后你都会提前发现的 所以这个中一塔不能掉 旋影的发育其实还不错 8500的经济已经补到了他的破均 但是我们看纳克路多的经济 我们刚说他一开始的经济是落后于旋影的蓝的 但是经过了这段时间发育花海已经1万多了 但是花海这里他选择了一个 这个赛季我都没有见过的出装吧 抗魔斗篷挂在身上 难道他是想出魔女 而且我们看到紫阳这边的一个装备啊 也是冰霜冲击嘛 给一个控制 他这个装备一技能跳过去之后 给大招的同时给如果给一个晕眩 那对面可能反应不过来 这红MUFF又被花海给反了 关于再一刀 紫阳这个出装跟之前出灰热的鲁班纳莎还不一样 就开鱼机 他是让自己的控制练行机的更加的紧密 多了一段控制 看中路位置有一条龙 这一条龙什么东西一个大还没清掉 龙兵不好清 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塔也就也磨掉了一些血量 对 现在W已经开始冷静下来了 没有主动去出击而是围绕着这个中塔先去做防守 拖住 但现在你两边的二塔都没了 两边现在都要到高地的情况下 你中路一塔就不好守了 防装 其实鱼机这边你做出来了 他现在后面 应该是在补 诶 看一下他的装备啊 出了一个速级之枪加上一个小的吸血之脸 竹子之弓 还是说漠视 他漠视 他想补漠视 中塔只能放了 因为这个关羽已经绕到了一个很靠后的位置 要是在手的话有被推的风险 对 来了 我们那时候闪开 晕眩加上大招拉回来 直接秒掉了圈是什么系关于进场 但吕布也原定跳大招 击下到了子阳配合上塔 这里也越塔了 他一只人闪加两个鱼机一剑 打残了一张 但那个路回头再扑 带走了物流的他一只人 这波团枪一大选择了强开 子阳的这个冰霜冲击 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效果 就是一一闪跳进去 大招拉人的一瞬间再给个晕 虽然鱼机是躲开的 但其他两个人被拉了回来 是的 那一瞬间空到两人 确实有点反应不过来啊 是叫闪现跳过去的 来看啊 子阳一闪拉然后晕眩 但同样佩恩还是用大招躲开了 控制 然后就是 AOE吃太多了 还有就是556在这波团结束之后 他其实看到鱼机的血量很健康 所以想去闪炸留一个人 给佩恩创造一个收割的环境 但鱼机的一剑的伤害并不是很高 看这包圈进去把龙给抢了 还想继续打吗 关羽踩进去清荣 收下了玄影的人头之后 佩恩 鱼机其实输出打坦然 打坦然的关羽给击杀掉了 但欺识了位置又被纳克罗扑死了 这波子阳还想留人 但这波算是说拿到龙了 可是塔要丢啊 对 而且这波 看有没有机会破高啊 因为E-Star这里是还有四个人 四打三 破高感觉有一点难度 正面鱼机开二 上去点残一针 上路线也能清 一行大招算是说框到两个人 哎 但中线 下一波又来了 把你三个人限制在上轮的中路一高地就有了 清荣这是 清荣这个大招是战术性的 是的 我把你人框住了 你也防守不了这波兵线 对 看一下这波回放 玄影抢龙 一个大扑过去 哎 刚刚龙好像有鸡飞啊 主要是刚刚坦然是想限制这个玄影进场 他的能量调一直没满 等玄影把龙抢完了之后他才退出了大 看这波关羽要后了 这里紫阳看到两个 配合上一星的一个风路 关羽然后推的是佩恩 这里他也给了一个复活 两个人都能站起来 但是关羽在手一刀劈两个 两个全死 这里清荣被蓝推回去 交了一个闪现过墙 没有阵亡 花海还想继续追 但这波已经不好追了 再去掠夺一下资源 蓝的状态其实还不错 玄影刚刚也是刺激要动想要去 绕后切入的 但是自己没有大招了 还是冷静了一下 他切的是一个有备动的一星 而且还有闪现很难杀 从刚刚这几波团战 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就是坦然的关羽进场 其实现在倒入也没有很多人 能够去协防 因为正面紫阳已经上去 把团给他开起来了 已经吸引了 骗掉了CNW大部分的技能 是的 这个时候关羽再进场 那你就防不住了 而且坦然也出了一个冰霜冲击 各种控制 小控 要是衔接起来 说实话 这个控制衔接的好 还真的动不了 喷刚刚是大招 其实想要规避 但是没有成功 还是被拉了回来 然后再去调整位置 但他闪现刚刚是差一点点CD 闪不过强 对 二技能已经撑了很久了 但还是没办法 打了关羽的输出 他二技能打了关羽的输出 但后续被打出复活的时候 确实没有任何的保命技能 是的 现在团战现在W打的还是很难受的 一星大招再框三个 沈墨西大招 这边是先打人打到清荣身上 可是现在吊血已经不疼了 沈墨做出了逐日之功 已经神装 有操作空间了呀 这个逐日一出 先看下路二技能一开 点了两下 但紫阳上来又要开沈墨 沈墨大招再规避往后撤 关羽没有个很好的要位 留两个都是残血 但关羽进场 直接先推掉了高地之后 还想往回顶 直接被断腿致死了 这一波Esta Pro是二换零了 换掉了一座高地 是的 CNW这波团战打得很漂亮 但是下路的高地 却是没法防守了 我们看到了紫阳这波 他想要利用一技能跳上去 接冰霜撑击 接大招拉回来 佩恩很难 佩恩只要大招捏得好 他不会被拉 不会造成强制位移 是的 在塔下的输出攻击非常好 再加上吕布 那个位置不好绕 对 关羽相当于是进去 先把高地给顶掉了 然后再想往回 留人的时候 已经扛不住了 开了一个奔狼 现在W想要冲人 冲谁 清荣在中路 已经露视野了 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不够了 撑不到 那就拿中路的一塔 华海动了一下龙 不敢打了 现在W这个阵容 拖到18分钟 他的团战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的 装备已经都起来了 上线 武汉S2Pro不是很好啊 华海在绕 这下龙应该是想去争夺一下的 但如果打不好的话 上路有兵线的 556这里没有被鲁班达斯拉回去 纳克罗罗跟关羽双让后 关羽先劈一刀打残 纳克罗扑出来 没有扑到人 被玄影这里 敗到了 换了有明刀 有复活甲 换了出来 关羽过来 拆火 瞄准了佩恩 顶一下 一技能没有转出来 闪现调整了位置 但是玄影先切死了一张 正面的话 轻荣这里也强行杀掉了佩恩 但佩恩这里有复活啊 换出来复活 这波团战 鱼姬输出57% 拉满了 对 第一时间一心是框到了鱼姬 但是后续的伤害给不上 花海那一步没有扑鱼姬 他没有扑到 对 然后关羽的进场时机也不是很好 被对面盯住了 那正面 纳克罗罗扑一套 没有把兵线清掉 中路的高低要被CNW给破掉了 关羽再来一刀 一刀 压残了佩恩的鱼姬 但是他担了二姐能 这波再开 佩恩跳一下 二姐能开起来 规避伤害 但是关羽还是顶到了佩恩 还差一下 关羽一刀劈死了佩恩的鱼姬 另外一篇 玄影也杀掉了花海之后再赶过来 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中路还有一波兵线 但是庆荣跟易争马上不活 一波不了 但是家里其实有超级兵啊 要赶紧回去 再点水晶了 好疼啊 打了一半了19分钟的超级兵 要直接拿下水晶了吗 出兵线了 还差一下让我们恭喜 武汉Eastapro 超级兵推家呀 超级兵啊 真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两次 对 拦不住超级兵 你打得过对面的架 但是你拦不住超级兵推水晶 那超级兵真的是最佳第六人 对 当然这也是武汉Eastapro 在前面拿到的优势之后 他们把对面高地破掉了 这是他们前面所带来的优势 固定的优势 确实武汉Eastapro 其实这一局在前期要做的 就是去防守反击 等待CNW先手 他们就有这样人头的优势 到了中期我们看到 中后期的CNW 其实也拖住了 而且装备也起来了 可是到最后没有想到啊 是输给了超级兵 是的 就是这把如果不是超级兵破 我觉得这把输赢还不好说 是的 再次恭喜武汉Eastapro 拿到第一局胜利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拼了新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发现两支队伍 其实在第一局打得比较僵持啊 一开始没有打到 我们想象的那种效果 是不是因为今天有点累了一开始 干累了是吧 其实其实他 武汉Eastapro 已经一直在找节奏 找机会了 但是在几波强攻之后 能看到CNW 他倾线能力很强 对对吧 有什么东西 有鱼姬他能倾线 在能倾线的情况下 他就能拖 在江南面有个太义之人 对吧 但我觉得CNW前面 完全不用打到那么窘迫 如果说第一波 蓝野区的那一波的话 是暗的一个判断失误 就没有想到小鸟会交出位移 然后躲掉他那刀嘛 那那波中路的那个盖打 就是完全不应该了 确实是存在一些失误吧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判断 因为临场像蓝区的那一波那刀很明显要交闪的 对不交闪的话 那个路肯定是 那波是判断失误的 因为他已经提前交二了 对的 是慢的 他反应是慢的 但是中路那一波确实有点让人 让人有些不太了解 那到底是为什么要去干那个大招 可能是沟通上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吧 这一局有一个点像紫阳的鲁班大师 我们之前看过鲁班大师 出辉月 那是为了防鱼姬 他在踢大的时候给你规避到那个大招的拉嘛 但是这把用的冰霜冲击 其实有一个弊端 我看出来了下路高地有一波他想去拉的时候 他的大招是在极限距离 那么这个极限距离他就放那个冰霜冲击 范围不够 打不到了 对 打不到了 但是除非是就把握在一个合适的距离 然后我拉到的一瞬间 我开个冰霜冲击 他是有利有弊的 如果他相对来讲就是 如果说你能够电到 他就不光可以电鱼姬 他其他人都能够补出来这个控制 可能位移交了也好 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了这个金身的话 出了辉月的话 实际上就是对鱼姬确实就百分之百有效 对对 做MVP给到了坦然的关羽 坦然关羽第一波真的差一点就出现了一些误杀的行为 差一点差一点对差点经典重现 啊当时花海说我都慌了 哈哈哈我看到大波老师来了 这里二技能已经交过了 这个时候花海害怕极了 他说你要干什么啊 你要干什么 但是确实 而且花海看他的细节 他其实已经吃到了什么东西的二一连招 他是自己交了个大招躲掉了二段伤害 就是那边一直在追着人砍 然后花海自己在逃跑 对这波大招盖的说真的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真的是有很大问题 脱节脱的相当严重 因为你的队友说白了已经 你这个阵容是不足以让你队友能够跟上你这个大招的 对其实当下还是少了一些判断 他在考虑到那个露露和关羽 还有没有位移技能 他没有想他俩还有 那包括这波关羽找了一个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进场 他这波手势 对手势砍两个 然后每一次都能打到两个 最后也是看到超级兵完成了这个推价的这个 反正就是从中期开始就看到了坦然的关羽 一直在盯着鱼姬 就即便你鱼姬有大有二很难切 还有太义真人的复活 但他就一直盯着你他不管别人 对他这种打法其实是因为跟这个团战正面的开端点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导致鱼姬里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措施 我连续防两个点 实际上我们在刚才那场比赛已经看到了 就关羽打一个家集团 就很关键 当你不好盯的时候关羽就玩得很舒服 是 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在 像伊萨这种强队他们语言沟通的时候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发生改变和进步了 来到了第三轮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你要怎么住 他一关了 cheeuuu 他一关了 cheeuuu 我住不了 他没在家死 protesting 好啦 n 他也可以坐 你救他一救他一来 关你查那个礼物查一来 来来来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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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先搞个前排吗 我先打个大鱼 拉他一来 我 然后 我们走 我 打他一来 我 打他一来 打他一来 打一打一打一 一二二二二二 我不讲 这拿一次拿一次看这拿着没 我那你拿着 鱼记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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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记杀你 鱼记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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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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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隆给隆给隆给 рег 先手一ité 来两个上四的 注意点 正好... merchandising 先手稀post 有了 有了 直接 你也要 我私 我傻的 翻译 我都拉信 自己都段落差 我换好 稿� aim 拱上拼 P值 拱上拼 YN 帝 别院 别院 pek 乖 costs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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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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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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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毛 我的一毛 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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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看到这波语音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最后的时刻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 嘴边提了一嘴 说别让回 但实际上已经附着男人 回去了也拯救不了 却要是急了 对吧 中间语音里面还听到很多有意思 尤其是那一波 看到坦然追着花海砍的镜头 不慌 花海不慌 花海说这个他输了 我死不了 他好像就没有关注到这件事情 你看就是这个这么一说 队友就很安心了 很自信 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说说 你把我差点杀了 就感觉情绪不太对了 对 为什么就是说情绪是怎么调动的 我们听到语音当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点 把所有人打到半血了之后 半血即一丝 中路那波花海被蓝恩打掉的复活甲 然后他打了对面的蓝恩打了半血 然后他就说蓝一丝 都是一丝 都是残血 这个半血即一丝 其实是带给队友一种什么信号 就是你们可以操作 敢操作大胆操作 对 相信你们一定没问题 对吧 其实也是想要给队友带来更多 实际上的提醒 还是说判断要更加准确一点 你这个就摸到了 全部都是一丝有点离谱 这个东西其实是在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会有 对 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跟老王打排位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老王走回来 是不是还把我们三分之二选的吗 能变一丝了 有让我更敢操作是吧 对 但有一说 一下来在这一盘虽然获得胜利 首先你可以看到 他们最后两拨团打的实际上是不好的 尤其是那波下路的高地团 打得太过于急躁了 我觉得还是要玩玩调整一下状态 确实今天感觉大家第一次谈